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为投资者就是我们的教养 以为投资者就是我们的教养 却是勉强 沉默的天皇 感见了幸福模样 《非诗两绝》加上没有剧本 只是在片场中走来走去 又要同一个镜位演三两次 所以小美换装几乎超过五十次 演到最后小美表示 已经不知道自己应该演哪一种情绪的自己了 大有精神错论之嫌 嗨 大家好 我是小美张美琪 今天呢我在拍我的第一支的MV《房间》 今天我觉得好像有点精神错乱 因为《房间》这首歌呢 其实就是在一个很私密的一个空间里面 然后发生的故事 那导演希望用现在跟过去呈现这个整个故事里面的氛围 所以分别用黄色的衣服跟蓝色的衣服 然后作为现在的我跟过去的小美 然后有时候换衣服换到我都忘记我到底是哪一个 是现在的还是过去的 所以就会有一点混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